我在测试中校出生,这道题也太有趣了。 四川农业大学200118级学生周立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条动态并配有一张图片,引来了好友的点赞及转发。 周立告诉记者,这张图出自自己正在修读的构成课程结业考试中。 而这道,看图实施,正是结业考试的题目之一。 据了解,这道题是由该校风景园林学院学院教师张一生所出。 这道看图实施题的题目括号里写着,本题不在此次测验的计分范围,但答错者可能影响最后课程总成绩。 再往下看,三幅人物简笔图则分别配有张一生,张一生,张一生,三个姓名。 从三个选项中可以看出,考点是张老师名字最后一个字。 谈及选项中的人物画像,其学生张孟严告诉记者,这源于学生对他的印象。 大一时我们素描理论课的授课老师是张老师。 有一次他要求我们在纸上画教室里的任意物品。 张孟严回忆道,我觉得张老师很帅。 并且人物简笔画对于李柯生来说,所以我就画了他。 真没想到这次老师选了我们的话作为考题。 据悉,周立发表的动态仅一日,浏览量就达到了400次。 点赞和转发人数也急剧攀升。 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一股热潮。 同时,这道题也获得了不少网友的好评。 微博网友,山海,评论道,我觉得这个老师太可爱了。 这道题削减了我对考试的恐惧。 网友,子姬,分享道,看到这道题有没有心动。 欢迎大家来上购乘课。 张老师讲课超有趣。 同学们绝对能收获不少知识。 在转发此条动态时,考生成路达去道, 我觉得这道题就是一道送分题。 对于我们专业美术生来说, 审美正常的人都会选第二个。 为什么老师会出这道题? 记者采访后得知。 临近构成课程结业。 在他本人在翻阅了学校相关规定后, 发现了可以在课程中加入小测验作为课程教学辅助。 因此他就有了在考卷中出小测验的想法。 我想在考卷中出一道小测验, 但是单纯的小测验又有点沉闷。 想来想去, 就想用看图实诗题来让课程活跃起来, 逗大家开心。 他表示, 本学期有一百多名学生上构成课, 部分同学出勤率比较低, 还会将他的名字中的, 自误认为, 我也想借此机会让同学们记轻老师姓名。 张老师说道, 最终还是有两名同学答错了这道题。 这也能说明这些同学的上课态度是存在问题的。 记住老师的名字即是对老师的一种尊重, 更是对课程环节的重视。 王力是参加本次构成考试的考生之一。 他向记者提到, 尽管本次考试是开卷考试, 但考题仍具有一定难度。 看到那道题时, 我觉得张老师真可爱, 考试的紧张情绪也被舒缓了。 在他眼中, 张老师对学生非常负责, 构成课知识点非常多。 但我没想到的是, 张老师不仅为我们勾画了重点知识, 还将重点知识打印成书, 发给了每一位同学。 接着, 他又向记者讲述了张老师在课堂上的去世。 张老师会在课堂上让我们看他光秃秃的头顶, 然后告诫我们要珍惜头发, 爱护身体, 不要经常熬夜画图。 有时他会在课堂上分享自己故事, 我们也会从这些故事中得到感悟。 在了解张老师的出题意图后, 王力表示非常能理解老师的做法, 我觉得连老师名字都记不住, 又何谈尊重老师, 但尊师重道对每一个人来说, 都是非常重要的。 我觉得这道题挺新颖的。 他表示, 就像张老师所说, 作为一名学生, 最起码应该记住老师的名字, 然后我们也应该懂得尊重老师的劳动。 上课认真听讲, 这样我们才会收获很多东西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